HELLO 大家好,我是乐飞玲 之前有网友留言和我说 希望我可以做一些装备的分享 我平时爬山都会带的头灯 但其实也不只是只有爬山 很多奥特然的也会带头灯 像这个BioLite 330的头灯 330的意思就是它的最高亮度可以到330L 那我喜欢它是因为它可以rechargeable 也就是说你不用一直在为了买电池这个东西而头痛 相对来说它也比较经济和环保 算起来也蛮省钱的啦 然后它的设计是很balance的 你看它电池是在后面 然后它灯是在前面 所以带起来的时候呢 你的头部会得到一个平衡 就不会造成你的颈部痠痛 然后它有很多个倒灯的模式 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红灯 然后是这个形 然后你看只要按久一点的话 它就会变暗去 再来就是这样子 同样的你按久一点它就会变暗去 这也是我最喜欢它的一个特色 像这样子的三观灯就是拿来救命的啦 求救讯号这样子 那红光模式的用处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黑暗中 突然假如开灯的话 如果你一开就是摆灯 就会很刺眼 所以你红光的模式的话 你就不会影响到别人 很多时候在camping的时候 你就会用到这个模式 或者是说你半夜想要去厕所的时候 就很好用 然后这个可以调整角度 那现在我塞上去 亮吧 这个就是最高的330L 你觉得会浪费电的话 你就可以降低它的光线 到你满意为止 然后最高的亮度 330的话 它可以撑大概是3个小时左右 所以如果你放到最低的亮度的话 就是5L 它可以撑大概40个小时 要讲看它的电量有剩下多少呢 就是每次在开的时候 你都会看到这边有 indicator 就是这个indicator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你到底 你的头灯 那这个就是最新的BioLite 200L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变得更加轻了 刚才我说的BioLite 330只有69g 可是这个只有50g 因为它的电池没有放在后面了 而是和灯结合在一起 都放在了前面 可是它一点都不会觉得很重 然后如果要充电的时候 就从这边打开 充电 它同样也可以这样子来好 不同的角度 它看起来很可爱 那它一共有4个照灯模式 就是红灯 白灯 闪红灯 跟闪白灯 还有一个我最喜欢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随时调整亮度 比如说这个红灯 你常按下去的话 它就会变浅 看到吗 那如果是白灯的话 它一开始就是200lumen 可是你常按的话 它就会慢慢降低到最低的5lumen 这样的头灯要讲 只要它剩余的电量有多少呢 就是看这个indicator 在你每次关灯之前 它都会出现那个闪灯 这边 闪两下的意思 就表示你的电量已经少过50% 闪四次红灯的话 就表示你的电量超级不足了 但如果是闪青灯的话 就表示你的电量还有超过50%以上 这两个头灯的头戴布料 都用很舒服的面料 戴上去都会很舒服 好像完全感觉不到它的重量 很轻耶 完全感觉不到这么多 BioLight的头灯的好处就是可以一边重建一边使用 然后如果你问我要怎样选的话 我会说 如果你平时活动模式是短距离 跟短时间的话 你就选BioLight 200 可是如果你的活动通常是露营 长途发射 长距离的话 你就要选这个BioLight 330吧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啦 如果你们想知道更多马来西亚登山的相亲 可以登入我的部落格 www.lovefeeling.com 我们下次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